欢迎丽颖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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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电影《寻龙传说》的女主角Laya配音的赵丽颖 喜欢赵丽颖的观众朋友们动动手指 让你们的尖叫声出现在我们的弹幕上好不好 Make some noise 哇 很多人在为我们的丽颖点赞 非常热情啊 屏幕里全是粉丝的尖叫声 来丽颖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赵丽颖 好 这次丽莹也是为我们 《寻龙传说》中文版的 女主角拉雅进行了配音 我听说其实这是你第一次 尝试为动画电影 做配音的工作 是不是 而且这次丽莹 其实配的这个角色 拉雅她也是一个很酷 很萨的这种大女主的 这样一个角色 又有《寻龙使者》这种title 我其实也是很期待 电影中的这种表现 那你第一次尝试为动画电影配音 我还挺想知道 《寻龙传说》这部电影 是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首先是因为她这一次的 公主的形象 跟以往的公主都有很大的区别 她非常的帅 也很酷 也很萨 然后整个人就是 她装扮上就有一种 很狭义的感觉 就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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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刚丽莹不说 我都没有意识到 其实这也是一部公主电影 对 我最开始以为 她就是一个女侠 她是另一个风格的公主 对 是一个部落的公主 对对对 是一种另外一种风格的公主电影 迪士尼做公主电影好厉害啊 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 我们聊了很久这个突突嘛 她是电影中 拉雅的一个伙伴 一个一个一个座绩 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小 都很难定义一个小动物 对 陪伴的好朋友啊 然后据说突突这个声音呢 也是有一位国外的演员 专门配的音 对 配音这个工作 其实还是挺神秘的 包括很多观众朋友们 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那您这次配音工作 体验下来 有没有什么样奇特的感觉 感觉是怎么样 也是觉得挺 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尝试吧 嗯 然后 跟拍戏还是不太一样是吗 对 她要求会更夸张一些 开始是有一些不适应吧 后来就是慢慢的 就是配音老师也会 也会这个 帮助我 帮助我去指导一些 然后就慢慢对于配音 这个有一些了解 嗯 所以是您第一次尝试 这种幕后的工作 也是什么 对对对 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感觉还挺 因为我跟小北看的 其实是那个英文原版 我们看的比较早 那会还没有那个配音版出来 我们当时就很期待 这个来中文的台词会怎么写 然后中文的配音演员 会怎么演绎整部 电影怎么样诠释这些角色 让它能够让我们 中国的观众看起来 更容易接受 也更容易觉得 是一种不一样的 一部迪士尼的电影 你当时看的时候 嗯 你想问一下 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 我们想想 因为我们 除了赖亚以外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个小女孩了 是吗 对 然后就是那个 对 那个 跟三个小朋友 猴子天团在一起 对对对 我也超喜欢 一开始就是 像个小女孩 像个汤圆一样 那个感觉 对对对 就很Q 但又很坏 对 一开始就觉得很可爱 后来又很坏 又说又很可爱 对对对 他们的戏很精彩 是的 我非常喜欢的是 里边有一个叫做老藤的角色 是那个很大的 那个个头很大 然后很魁舞 然后拿的武器 也是那种比较粗犷的 竹子还是什么 就是 我可能天生比较喜欢 这种形体上很魁舞 但是他内心其实 铁汉柔情 对 很温柔的一个 很温柔 很反插萌 对对对 而且这个电影里面 专门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这个 就看起来最粗 最粗犷 最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种最野蛮的一个人 其实只有他注意到了 一些这个小女孩的 一些小的细节 对对对 他知道他会讲话 是 我们好像不能再剧透下去了 再说一下 还是大家还是3月5号 一定要去电影院亲身体验一下 这部电影 看一看这部电影的 那些我们说到这些小细节 是的 那么这次为拉雅做这个配音 有没有什么小趣事 或者是小的这种体验 小的感受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次配音就觉得 之前都是为自己的戏 在配音嘛 而这一次为一个这种卡通形象 不是自己出演的角色 对挺难拿捏的 然后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难度 就是小时候也是我自己来配的 所以它在声音上 就会有要有一些差别 对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拉雅是有年幼的拉雅 跟长大成人之后的 小时候长大之后的 所以都是您在配音 对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感受吧 也是在跟角色成长 确实 这样一想象还挺难的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作为观众会看到 某些电影或者电视里面 一个演员需要扮演一个角色 不同年龄的时候的一些变化 其实大家就会想 这是同一个人 你要有一些延续性 但是这不是完全相同的 两个角色 对对对 还挺难说服观众 我觉得这么一说 我还很期待看到 丽颖配音的这个中文版本 我也很期待 你自己也还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自己配音之后的 但是也很期待 就是出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有看完的工作人员 会很喜欢小时候的 那个声音的感觉吧 自己也当是参与其中吧 觉得也很骄傲 很荣幸 那就3月5号一起 我们跟丽颖一起去电影院 去看丽颖 说起来很奇怪 去看丽颖 去看丽颖配音的 去听听我配音的 是的 那么丽颖既然已经在现场了 我们刚刚也进行过一波抽奖了 我觉得还是要带给大家 更多的福利 我们赶紧来抽下一波的 我们一分前观影的这样一个权益券 也能让更多的朋友都到电影院去看这部 《寻龙传说》这部电影 大家再说一次 这次是怎么抢这个活动 大家点击屏幕下方的入口 进入猫眼电影小程序 《寻龙传说》的活动页 看到一分前预付这个按钮 现在还没有被点亮 大家可以点一波了解更多 然后进入页面点击想看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的页面 然后有个一分前直播 预付只减优惠券 马上就开始了 等我们321开始倒数之后 然后亮了之后 点击链接 只需要付0.01元 即可得到我们一分前 《寻龙传说》专属观影权益券 得到我们这个券 咱们这个规则介绍的太细了 我觉得 我觉得 看直播的朋友们 应该已经非常了解了 总之就是你一分前抢这个券 然后只要再付19.9元 就可以直接出票观影 看我们这个 50元以内的《寻龙传说》这部电影 真是本次直播才有的一个活动 我们等的非常着急了 我们这次让丽影 帮我们倒计时好不好 倒计时就会开启 来 我们随时开始 321 开始 这里已经变成这个够了 大家可以点了 可以点 点进去 然后只要付0.01元就可以了 这里要确认支付 在这里 我怎么无法后退 无法后退 《寻龙传说》这部电影 点这个够就可以进去 就可以抢一分前抢到这个观影的券1 好 你就别抢了 观众还要抢了 是的 抢到这个券之后 拿着只要再去付19.9元 就可以一共20块钱的一个价格 然后观看我们这个《寻龙传说》 而且除了点击那个雪花的按键 其实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海报 大家可以点进去 抢完了是吗 又抢完了 第二拨的抵用券已经抢完了 又抢完了 恭喜抢到福利的小伙伴们 刚才评论里面有小伙伴问 怎么可以抢到猫眼给的观影福利 再来讲解一下 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 把手机更新到抖音最新版本 iOS系统要高于12.2的版本 安卓要高于5.0的版本 如果用抖音急速版APP的小伙伴们 也先切换到抖音APP的直播 然后这样才能及时的领取观影的福利 好 大家记得要点我们的图标 然后进入我们这次猫眼电影《寻龙传说》 一分钱预付纸检的活动 这样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纸检优惠券 现在预售已经全国都开启了 3月14日之前 都可以用这个券去购买任何影院 任何场次 无论是什么城市的小伙伴 都可以来看我们《寻龙传说》 这部电影 五位朋友获得大头公仔 其实小北纳有包装号 它其实是一整套 后面还有好多角色都在后面 电影里的主要角色都会 我也不跟你介绍他们是做什么的 要不剧透了 有他们几个 《寻龙传说》这边还有龙 有一些主演 这些主演都在 好 大家已经刷起来了 我们就先来抽一轮好不好 好 这次我们让丽颖来帮我们 喊一个倒计时 然后我来截屏好不好 来喊一个321 321 走 看看是哪五位幸运的小伙伴 好 第一位中奖的朋友叫空白白 恭喜你 第二位叫任人 是任任还是任务的任 好 恭喜你 第三位朋友叫飞飞云朵影 恭喜这位朋友 听起来可能是您的粉丝啊 第四位朋友 他的ID是WHAOE 恭喜这位朋友 然后最后一位 第五位朋友是 清吉布之寒1016 恭喜这五位朋友 获得我们的这个 拉雅的 风口的大头公仔 然后如果抽中的小伙伴们呢 然后一定要在本周日之前 私信公仔 加你的收件信息 到猫眼电影后台联系对讲 千万不要忘记啊 好的 今天其实跟丽颖聊了很多 关于这部电影啊 关于配音的一些感受 我们也是不能跟大家 剧透具体的剧情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 非常的好奇 这部巡龙传说到底 讲了哪些元素 讲了哪些东西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不如 玩一个这个小游戏 然后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中的一些元素 我不知道 丽颖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 就是比方说我 我会心里想一个词 然后让你们来猜 比如小北来猜 这个游戏真的连个名字都没有 就叫你来 这个游戏叫什么 我想你猜 就是我想你猜吧 好 从今天开始 这个游戏叫我想你猜 好 就是我会想一个关键词 然后小北会向我提问 但他问的问题 我只能用是或者不是 对或者不对这样的 我们先试一轮吧 好不好 我们俩玩一次 让你看一下好不好 那你快想 你是不是玩过这个游戏 行 我来想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那我猜一猜 这是不是电影里面 特别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就是无效的问题 不然咱们干嘛呢 那肯定是 那他是不是一个角色 他不是一个角色 两个问题 我觉得丽颖如果 一共有几个问题 十个吧 先看十个 你能不能猜出来 我再慢慢问 他在电影里 吃没吃过饭 他都不是角色 我没有吃过 他万一他是动物 他也所以他不是动物 然后 他是不是体积特别大 这个 可以说是 但可以说是 他是不是个环境 算是一种环境 他是热带 树林 之类的雨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就是了 就是了 对 好 我猜厉害了 那你给出一个答案是 热带雨林 对 就是我们整个 城市的环境 非常虚假的一个游戏 我们 好 有意思啊 建议一些小朋友 和家里的家长呢 可以在家里玩一下 这个游戏 叫做你想我猜 我觉得下一轮 要不要让那个 丽颖来想一个关键词 我们两个来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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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配合我们两个小朋友 来玩一下这个游戏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想好了吗 猜一下 到底谁是小朋友 你先猜 他这个东西 是可以吃的吗 什么 不是啊 不猜啊 万一是热带雨林水果 可以吃吗 莉莉 不可以 不可以吃啊 不可以吃 那这个是 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个 角色吗 对 是角色 他有名字吗 有 有名字 快快对照一下 那个角色 帮我猜一下 很重要的 那几个猴就没有名字 三个猴就没有名字 他是个赌盒的名字 那我觉得范围 就在这个里面 那他是个角色 他是人类角色吗 不是 他是图图吗 不是 不是图图 他是可以飞的 他是可以飞的吗 对 那就只有一个了 对 那应该就是 就是我们电影里 要找的那个龙 对 寻龙传说的龙 龙 为什么 莉莉会想到这个词 因为我们这里边 他没有那个龙的公仔 展现出来 其实龙是 拉雅一个 很 很 很重要的一个 好朋友 是的 他在这个寻龙传说的 寻龙的过程中 也跟那个龙 成了好的伙伴 好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这条龙 非常的 诙谐幽默又有趣 很 很 很 特别好玩 是个喜剧龙 对 而且龙 这个龙也在过程中 有他的成长 其实在 在过程中 他学会了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帮助大家来 整 整 拯救世界 或者说这样 让大家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对对对 非常重要的角色 感觉再说下去 就要完 完整 去透了 对 好 但是我觉得刚刚说的 已经很多了 这个龙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龙 这个龙的名字 是叫西苏 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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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是拉雅寻找的一条 叫做西苏的一个龙 非常有性格的一条龙 我相信上映之后 大家都会非常喜欢 这里边的这些龙 很多角色 对 很多角色 都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们刚刚聊的 所有的问题里面 其实也已经透露给大家 很多关于这个电影的 关键信息了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电影 也有一些新的期待 好在啊 这周五就要上映了 当然说到上映 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肯定还要再抽一波奖 送给大家一波 这个观影的福利券 抽了第三轮了 还要抽吗 我一定要抽 但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步骤 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点击下面这个 这个这个入口 对不起 我点出来 屏幕下方的入口 然后进入 猫眼电影小战区 巡龙传说的活动页 然后就可以抢到我们 一分钱直播的这个优惠券 等我们点亮链接之后呢 只需要支付一分钱 就可以得到我们一分钱 巡龙传说的这个 专属的观影券 然后再支付19.9元 就可以在任何的城市 任何的影院 都去观看我们 这个巡龙传说的电影 只要50元以内的电影票 都可以了 这样大的福利 只是在今天的直播间才有 这样我们这次 还是让丽颖来帮我们倒计时 然后来开启我们的抢券 好不好 好 来 准备好了吗 来 准备好 来 我们倒计时 三 三 二 一 开始 快快抢 我的手机有一些故障 我现在看不到那个入口 右下角应该有一个海报 海报也不在 对 大家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 三个点呢 对 我这边 我现在这个手机上看不到 但是有烟花 感谢老铁送来 对 但是有些朋友送来了 对啊 入口在哪里 等会儿啊 我们一起跟观众寻找 还是入口 入口呢 好 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朋友们 在左下 右下角的那个 蓝色菱形的 已经开启了 大家可以抢起来 好不好 快快抢起来 一分钱的观影券 观影券啊 大家赶紧抢起来啊 已经点亮了 对不对 已经点亮了 已经点亮 已经可以支付了 对 点这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进到 抢完之后 再付19块9 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 50元以内的 观看巡龙传说的 电影券啊 可以合适 你看有没有抢完了 如果抢完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才能看到这个券啊 这个我们才做了 有个小伙伴就问了 有个PPT在这里 直播之后怎么找呢 就是只需要在抖音搜索 猫眼电影小程序 进入猫眼电影小程序 点击我的啊 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我的权益 就可以查看这次的票券了啊 然后 现在的预售已经在全国开启了 只要在3月14号之前 你可以在猫眼电影小程序上 购买任何影院 任何场次的巡龙传说 50元以内的电影券啊 电影 然后只需要使用这张券 再支付19块9就可以了啊 也请各位小伙伴们要记住 结合你所在的当地防疫措施 合理的安排观影时间啊 是的 那么没想到劝的朋友们 不要不要着急 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喜欢抽奖品 对不对 又要抽了 对对 全是福利 全是福利 抽一波 抽一波奖品好不好 我们这次又是一个 这个电影 巡龙传说的这样的一个周边 是一个巡龙使者的 一个笔记本 一个精美笔记本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笔记本 但是它并不普通 对 怎么不普通呢 因为它里面有 我的签名 金笔签名啊 金笔签名 我们第三轮的奖品 肯定是比前两轮更要珍贵一些 我们这次还是会 送出五位朋友 五位幸运的观众啊 都是 有利益 新签的 巡龙使者的这样一个 精美的笔记本 大家刷屏还是要刷起来 我们这次抓奖的口令 还是刷 巡龙传说 0305 巡龙传说 有些朋友已经会抢答了 他们已经刷起来了 看大家都说 我要签名 我要签名 好 那我要笔记本 把这些撕给你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们会抽五位幸运的小伙伴 大家 巡龙传说 0305 你在评论里刷起来 巡龙传说 0305 有些朋友说 真的很想要 你现在可以先刷这个口令 然后一会儿再刷 一会儿再说 好 大家已经刷起来了 刷起来了 那我们就赶紧截屏吧 我们还是用截屏的方式来 出出五位幸运的小伙伴 来 那这次还是让丽颖帮我们倒计时 好不好 321 开始 走 你看看是哪五位幸运的观众呢 好 第一位朋友叫 袁 他是写的拼音 袁 好不好 恭喜这位朋友 第二位朋友是 曼哥夏华县 第三位朋友是 蒙都 然后这个波浪号 第四位朋友是 ID是欢喜 第五位朋友是 太大兔沫星子 不是非常文明 但是恭喜你好吗 恭喜你 恭喜这五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的赵丽颖亲笔签名的 《寻龙传说》周边精美笔记本 而且中奖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住 请在本周日之前 私信笔记本 加你的收件信息 到猫眼电影后台联系对讲 千万不要忘记 是的 然后我们《寻龙传说》的影迷 和丽颖的粉丝 真的是非常热情 然后也感谢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一直陪着我们 对 聊得非常的开心 虽然直播出现过事故 但证明是直播 非常感谢丽颖 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发放了非常丰厚的 猫眼观影福利 那么在这个告别之前 我也想请丽颖 大家用最后 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 《寻龙传说》这部电影 跟这个配音的这部经历吧 嗯 对 《寻龙传说》是一部 很好看的电影 有冒险 有勇气 还有友情 记忆热血 有温暖 还有爱 三月五日 一起去电影院看吧 嗯 好的 确实就是好看的一部电影 其实是 而且电影的画面 也是非常的棒 而且细节非常到位 动作戏也是很酷 我时常就觉得 自己在看一个真人电影 很有沉浸感 感觉是自己在跟着 拉雅这个女主角 一起去踏上了一个 冒险的旅程 跟着她一起 一起成长 一起经历一些事情 非常的过瘾 对 而且我觉得 这个电影的主题 也非常棒啊 当然现在不能剧透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呢 对于经历过2020的大家啊 真的是一个不能错过的一部很好的电影 嗯 是的 所以赶紧大家看去吧 就看起来 这周末 三月五日就要全国上映了 对 今天的直播 我们也快要进入尾声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大屏幕 大萤幕之前 在电影院里 我们不见不散 跟随着拉雅 我们一起进入 我们的龙幼之邦 这样一个奇幻的国度 踏上我们的勇气旅程 嗯 所以就是三月五日 我们不复使命 我们影院见 拜拜 拜拜 拜拜